杭州的陈女士反映 9月28号 她在泰迪生活手机平台上下单 想要洗9双鞋子 本来说是一个星期可以洗好送回 可快一个月了 还没有拿到鞋子 陈女士说 自己工作比较忙 下单后没太在意时间 等到10月15号突然想起来 送洗的鞋子还没有收到 然后就打了他们客服电话问 客服就跟我说的有很奇怪的原因 他说他们这个工厂在搬迁 他说工厂在上海在搬迁 所以会比较慢送过来 收到10月底可能会洗好 就送过来 他这个鞋子是统一收到工厂去洗吗 对当时小哥也说 他是帮我收了以后 统一收到工厂去洗了 工厂就在上 他小哥没有说 但是客服告诉我工厂是在上海 陈女士当时想了想 10月底收到鞋子也行 可没过几天 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说你之前打过电话 说要那个拿衣服是吧 他说告诉我说衣服拿不到了 反正就是让我加一个群 然后我发现群里有20多个 类似像我这样 9月份下单的人 然后有一个人就在这个群里说 他说他是杭东这边负责人 然后告诉我们说 现在就是好像衣服 鞋子都在工厂 但就是拿不到 他有没有具体说是什么原因 他有说他们自己 是一个欠薪的原因 但是还有说其他的内部原因 陈女士说 送去的9双鞋价值1万多 其中有双詹姆斯的球鞋 是他最喜欢的 也是我从美国这个 那个洛杉矶好莱坞那边 概念店里买来了一双詹姆斯16 就是也是现在买不到的一款鞋子吧 球鞋不是价格高不高 就是其实就是 就是自己喜欢嘛 陈女士表示 当时在网上下单后 工作人员上门直接拿走了 没显示哪家门店接收 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泰迪生活有洗户 鲜花 绿植租赁等业务 其中泰迪洗衣 在杭州有不少支营店 杭州凤其路店的地址显示 在凤其路地铁站A30号商铺 可找过去一看 并没有这家门店 这名工作人员说 关店也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情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 泰迪洗衣杭州上唐路店 显示在上唐路333号 但这个地址现在是一家酒店 记者拨通了店铺电话 是个手机号 陈女士说 就是之前微信群里的那名工作人员 电话拨通后 对方表示在上海处理这件事 具体什么原因造成客户拿不到衣物 不方便多说 是不是之前说公司有拖欠工资 这样的情况 有的 所以会导致这个衣服一直压着是吗 对 是的 杭州咱们这边统计一下 大概有多少名顾客 涉及多少样东西 目前统计有20个 我现在在整个冰球的打封 冰球的打封就是老板给我的打封 老板电话您这边有吗 目前没有 我现在不是想找你们谁 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 我不洗都没关系 我把我的东西拿回来 记者现场拨打泰迪习客服电话 提示下一位就能接通 可等了15分钟还是没有人接 陈女士表示 会先等工作人员的回复 如果还是拿不回鞋子 就考虑走法律途径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